哈喽大家好 这次开另外一个刚到的东西 估计这段视频会比较长 我先把这儿挡一下 我们开 这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 这是我买的一套 视频 我给大家开一下,然后一会贴一下 包装的好细致 OK 就是它 这是我前两天开箱的 连哈夫马斯特 买的一套视频 因为马斯特状态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就把皮扒了 然后准备换成白皮 那么我们现在就 准备去贴吧 这就是那台 连哈夫的马斯特 我整个把它给拆开 然后整个 因为它状态很一般 我买的时候 卖家就跟我说 它非常非常非常多年 没有用过了 然后这个机器状态非常一般 所以我就整个把它拆开 保养了一下 然后顺便就把皮给扒了 然后准备换成白皮 我们现在就开始贴皮吧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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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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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经过一段时间的 奴隶切皮 注意贴完了 这个是黄斑那个 我已经把黄斑机给拆了 所以这部分虽然贴了 但是我也不用了 买了那个挡板 到时候把它贴上就行了 黄斑这边是有做挡板的 其他部分都已经贴白了 就等着明天黄斑那个 皮枪到了 把皮枪装上去 我感觉应该会到 明天 然后 这个角度不太好操作 前组的都贴完了 后组的全都贴完了 等着明天 我那个橙色的皮枪到了 要把皮枪装上 然后我们就愉快地用它拍照了 好了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 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大家 拜拜 感谢大家